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坐在电脑前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还能不能用眼镜愉快地看东西 这个世界难道连眼睛都无法相信了吗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试错觉 今天叫我们从眼见没识的迷雾中彻底苏醒过来吧 我们找到魔术师唐琴 作为年轻一代的魔术师 他把这种能够带给人们欢乐的事情当作自己的职业 接下来他将为我们展示一个关于试错觉的想想魔术 从大家所见我这里呢有两只小猫 一只呢叫小红 一只呢叫小蓝 有一天呢小蓝说我要快一点的变成一只大一点的大猫 这样的话呢我能跑得更快跳得更远 于是乎呢他就开始拼命地吃东西 他就吃啊吃啊吃 吃啊吃啊吃 于是乎呢小蓝呢就变得比小红还要高了 小红一看那我也要快一点长大 于是乎呢他也开始每天吃啊吃啊吃 长啊长啊长 于是呢他们又变得一样高了 在付出请吃饭的代价后 魔术师唐琴终于搭夜 为我们解密这个看似简单 却有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的魔术 小猫是怎么改变他们的身长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看起来两个一样长的小猫 实际上当我们把它放到一起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完全和好 红色的小猫是比下面这只蓝色的小猫要短的 那么为什么当我们把它放开放到这边的时候就看起来一样长了呢 因为这是因为圆的外径比内径要长 而当我把它的位置像这样调换的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因为小蓝的外径要比小红的内径长太多了 于是乎它就看起来比小红长了很多 而当我把它调换回来的时候 因为小蓝的内径和小红的外径是一样长的 所以它们看起来就是一样长的 看来揭开谜底最关键的一步 其实就是认识到两个同心圆并置时 外圆的长要大于内圆的长 不过我们的眼睛因为它没有分析事情完整景象的能力 只以看到的所谓当下的事实做出判断 因此反馈给了大脑一些错误的数据 使得大脑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魔术稍加解释便是一点通 那么如今有许多这样的图片你一定见过 比如这样的 总是发现黑色方块处有黑点 但是其实没有 不是吗 还有这样的直线变弯曲 实际上直线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还有这样一个旋转的姑娘 据说你看见的是逆时针旋转还是顺时针旋转 决定了你是左脑型人格还是右脑型人格 那么这么说有道理呢 甚至还有这些图片 据说能够用来判断压力痛苦 甚至判断内心性格是男是女 这真的有道理吗 不过等会儿 魔术师唐贤又把我们的思考拉了回来 他准备再向我们展示一个小小的魔术 不过这次他就把解密的任务留给我们自己了 这边呢有一个戒指 这个戒指是我平常戴的 没有任何缺口的一个非常普通的戒指 这边呢还有一个橡皮筋 哦 非常普通 接下来呢我把这个橡皮筋像这样 穿过这枚戒指 像这样把它穿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只要用我魔术师的魔力跟他说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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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指会慢慢慢慢慢慢的走到皮筋的上面去 各位观众朋友们想了解这个魔术是怎么完成的呢 就需要你自己去学习了 在这里呢就不给大家教训了 怎么样 聪明的你解开你底了吗 看了刚才的视频 您是不是对自己的眼睛产生了怀疑 让我们休息一下 回到现实世界 来看看在黑暗中长时间看手机 是不是会对眼睛造成影响呢 对于现代人而言 手机等电子设备已成为了日常必备品 尤其是年轻人 晚上躺在床上看手机的可谓大有人在 日前微博上一条消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热议 称在黑暗中对着手机30分钟以上 会引发眼睛黄斑部病变 视力激素恶化甚至失明 这是真的吗 这一传闻是否可信呢 为此我们和 东直门医院眼科的徐主任一起来做个小测试 看看在明亮的环境下和黑暗的环境下看手机 我们的眼睛究竟有哪些变化呢 我们邀请了六位不同年龄的观众参与我们的小实验 他们三人一组通过抽签的方式随机分成明暗两组 接下来我们先为每个人测量他们的基础掩压 也就是日常环境下他们每个人的掩压状况 之后我们同时对两组进行试验 明组的三位观众将在正常白赤灯环境下看手机或电子屏幕三分钟 暗组的三位观众将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看手机或电子设备屏幕三分钟 那么在相同的时间内不同的环境中 他们每组的掩压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试验后我们对每个人再次测量他们的掩压 结果发现处于明亮环境的一组 掩压基本没有明显的变化 而处于非暗环境的一组掩压都普遍升高了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我们眼科的一个平面图 这是我们的眼球 那眼球内对眼球臂的压力 我们叫掩压 如果这个眼压过高就会压迫到视神经 而造成视神经萎缩 最后导致失眠 如果在暗处的时候 瞳孔变大的时候 红膜就会把防角堵上 这时候我们要发作青光炎 叫避眼型青光炎 我们亚洲人 黄中人特别出现 就是因为在暗处 瞳孔散大 而造成形成青光炎 特别多 看来这些在黑暗环境下看手机 就能导致失明的传闻 虽然过于耸人听闻 但仍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 为了我们能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 我们要尽量在日常生活中预防和保护好它 是不是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看到的事实 而真相揭开却有打呼原来如此 是错觉不是魔术 却总能带来欢乐 今天的科技之光 我们一起去谈谈看到的假象 是不是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看到的事实 而真相揭开却有打呼原来如此 是错觉不是魔术 却总能带来欢乐 今天的科技之光 我们一起去谈谈看到的假象 什么叫做是错觉呢 科学的说 是错觉就是当人观察护体时 基于经验主义或者不当的参照 形成的错误的判断和感知 通俗的讲 我们的眼睛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并不一定反映真实的情况 最著名的是错觉的例子来自法国国旗 你看红白蓝三个颜色是相等的对吗 其实红白蓝三色的比例为35比33比37 这是因为法国人在设计国旗时考虑到白色给人以扩张的感觉 而蓝色则有收缩的感觉 人类为什么会有这种视错觉是一个复杂的专业问题 我们所要了解的是这种视错觉的存在 有时候它会给我们带来困扰 不过大多数时候 好好利用眼睛的这种特性 许多东西会变得十分有趣 张兴月与吴莉莉是华北电力学院的学生 周末时分两位姑娘一起来到北京七九八艺术工厂 这里的三地艺术馆可以轻松找到许多欢乐 近年来在中国各大城市流行的三地艺术馆 给大家带来了不少快乐 艺术馆里的三地画其实就是利用了人类的视错觉特性 自从人类了解自身视觉透视这个特性之后 就可以在平面上创造出立体幻觉了 而我们的眼睛呢 总是经验主义式的判断我们所能看到的事物 因此就算您知道那是平面的话 冷不丁有时候还是会被吓一跳呢 王建民是中国杂技团的总工程师 就如同他自己设计的代步车一样 王老师有着许多有意思的技法 在王老师的工作室你可以发现他用塑料管铁管设计的乐器 发出的音色大为不同 却依然是那优美的乐曲 同样王老师也利用视错觉的特性 设计了许多有意思的道具以及趣味十足的表演 从王老师展示的设计中 我们明白了眼睛总是依据参照物来进行判断 再把我们所能看见的数据传达给大脑 可以说是漏洞百出的 因此利用眼睛的这种直脾气 王老师画出了两个透视关系是相反的螺丝帽 因此当把手穿过螺丝帽背后时 你会惊奇地发现这种逻辑关系是不正确的 不过走近一看就迎刃而解 因为根本就不存在立体的螺丝帽 看来眼睛同学的判断总是漏洞百出啊 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的漏洞百出 王老师设计了许多道具和表演 使得观众收获到了更多的快乐 而在国外 有的艺术家们利用试错觉的特性 设计出了更多新奇有趣的作品 甚至成为了专门的错觉艺术家 如果您自己依然有兴趣的话 今天的节目后 我想您也许能够设计出许多东西 来经验一下我们身边的人 试错觉艺术是不是让您大开眼界 下面让我们暂时停下 探索试错觉艺术的脚步 进入盛夏 看看有什么好办法 能让车内的高温迅速降低 又到了严严夏季 这对于我们的小胖来说 可是个难熬的季节 他说的可不是他自己 而是他的坐骑 烈日当头 这对于暴晒在室外的车来说 可真是个大麻烦 今天我们的室外温度是34摄氏度 那么在室外停留三个小时的车表温度 到底有多少呢 车内的温度又会是多少呢 仅仅停留三个小时 车内外的温度就差不多有20度左右的悬殊 不仅空气闷得厉害 座椅更是烫人 在高温下人根本无法入内 即使勉强开启 也需要在高温炙烤中忍受好一会儿 才能恢复正常 那么在夏季阳光曝晒后 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小办法 能让车内的温度迅速降低呢 今天我们就选取了几个行之有效的快速降温法 给大家支支招 究竟哪种方式更有效呢 让我们的小胖带您亲自体验一下吧 方法一 开窗通风法 这种方法是最为简单的方式 就是同时打开车体的四个车窗 让车内热空气迅速与车外空气对流 那么这种方式是否有效呢 过了大概三分钟 让我们来看看 车内的温度是否降低了呢 方法二 驱赶高温法 这种方式是近期在网上热议的 日本的一种降低车温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式真的有效吗 首先我们还是将车在室外停留 将温度恢复到之前相似的温度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印证一下 这个风里日本的方法是否有效了 这个方法首先要打开驾驶室一侧的窗户 同时再打开副驾驶室一侧的窗户 接下来就要反复开关驾驶室车门五次以上 如此简单的动作 真的能有效降低车内温度吗 让我们来看看 现在车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看到这个方式 车内温度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 降低了六度左右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认为通过开关车门这个动作 车内的热空气是被我们从 副驾驶室的窗户赶了出去 从而降低了车内的温度 但实际原理却不是这样的 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 原来当我们开门时 车外的空气从副驾驶室的窗户进入车内 而当我们关车门时 车内的热空气被我们从驾驶室的窗户挤了出去 由此反复开关车门数次 热空气就这样被我们挤出了车内 达到了迅速降温的效果 看来这个简单的方法还是有些效果的 当然在开关车门时 一定要小心不要夹到手 方法三 喷雾降温法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这个被大家热议的降温剂了 市面的价格大概在20元左右 那么这个小小的降温剂是否有更强劲的效果呢 我们仍然将车暴露在室外 让车内恢复到相应的温度 接下来我们将喷雾剂喷在驾驶室中 在几分钟之后 我们真的感觉到了一丝凉意 这时车内的温度又是多少呢 几分钟的时间 车内的温度迅速降低了 那么这种喷雾剂到底是什么原理呢 原来这种喷雾剂的主要成分是干冰 软化水和少量香料 降温的原理也非常简单 当我们将喷雾喷洒在车内时 干冰预热及迅速气化 从而吸收了车内的热量 也就达到了降温的目的 当然这种降温喷雾剂在使用时 一般要喷在车的仪表盘上方 或者车内的座椅上 这样降温的效果会更好 但是也要提醒各位车主 喷雾剂尽量不要大量的喷在皮质座椅上 以防止对皮质的损伤 今天小胖给各位提供的几种 简便有效的车内降温方法 各有利弊 还有根据实际的情况下以选择 大家不妨在必要的时候试一试 当然在酷暑里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注意保护自己的爱车 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防暑降温哦 是不是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看到的事实 而真相揭开却又打呼原来如此 是错觉不是魔术 却总能带来欢乐 今天的科技之光 我们一起去谈谈看到的假象 是不是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看到的事实 而真相揭开却又打呼原来如此 是错觉不是魔术 却总能带来欢乐 今天的科技之光 我们一起去谈谈 看到的假象 如果放眼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 对试错觉的研究 从公元前四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 他记录了在观察瀑布时的运动后效 这种效果是当你盯着瀑布一段时间以后 或者盯着类似的运动 甚至静止的物体 比如旋转的陀螺 随后你所看到的物体 都是在与相反的方向运动 前后直到二十世纪初 心理学上格式塔理论的建立 使得试错觉的相关研究才逐渐开始发展 美丽的海上花园城市厦门 避海蓝天之外 在文尊路上有一道怪坡 这怪在哪呢 怪在看上去是斜上坡 可是不管多动的车 上坡都不费力 相反 如果要下坡 那可是要努力往下爬呀 造成这种奇怪现象 不是什么未解之谜 而是眼睛又一次欺骗了我们 外坡在周围山坡的参照下 原本上坡的路 我们错觉为下坡 看来所谓一步一步往上爬 可是要看准方向的 这样看来生活中我们一定要注意 是错觉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最常见的也就是在交通中了 我们开车时一定要注意 是错觉的影响 有所怀疑时一定要慢行看仔细 如今 试错觉的因素也被考虑进了道路的规划设计和标识绘制中 另外一个在设计时需要把试错觉放进考虑因素的地方 就是幼儿园了 孩子们总是充满好奇 对许多事情都愿意去用身体感知喜欢奔跑 这个时候 如果楼梯与操场 墙壁与空间之间的对比不够明显 很容易使孩子们受到伤害 特别是放置镜子 透明玻璃等 那更是加大了安全隐患 同时也不能为了区隔 使得大量的对比色造成颜色混乱 造成视觉上的色彩污染 婴儿的感知觉仍未完善 一般认为从四岁起 才开始对色彩的明亮度和饱和度有所区分 推广开来 各位爸爸妈妈们在家里的时候也要注意了 试错觉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所以了解了这么多关于试错觉的知识 终于到了我们要对一开始所提到的 试错觉图片解密的时刻了 黑色方块的交汇处为什么会有黑色的点呢 简单说来 那是因为我们在这样一幅结构图中 眼睛自然的把视觉重点放在黑色的方块上 当我们努力把目光转移到黑色方块的交界处白色的时候 大面积的黑色方块造成了我们的视觉残留 这种残留影响我们对白色的清晰判断 而人眼的视错觉其实分为颜色错觉 运动错觉 几何错觉等等好几类 不过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分类 甚至各种错觉分类还有更多的子分类 例如直线在曲线的背景衬托下 看上去会变得弯曲 这被称为黑灵错觉 是视错觉中几何错觉的一种 所以不是特别有兴趣的话 不用太过于去分类研究视错觉 倒不如把视错觉当成我们的朋友 甚至是可以当中我们的好朋友 三地艺术馆和王老师的视错觉作品 是不是很有趣 下面给您介绍几个科学早去玩护污渍的小窍门 衣服泛黄沾染油渍 画上笔道蹭到口香糖 一件好好的衣服 如果遇到它们是洗又洗不掉 扔了还可惜 只能在家中树枝刀割 本期我们为您选取了几个 简便一行的储物小方法 向这些顽固污渍发起挑战 如果您家的白色衣服放久了 就会变成黄颜色 很难根除 不怕 您只要准备几片柠檬 放在水中煮开 把泛黄的衣服放入水中浸泡15分钟 一件洁白的衣服又会出现在您的眼前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柠檬含有弱酸性的柠檬酸 柠檬酸对污渍有着比较好的清洁作用 白醋巧去口香糖 这沾到口香糖的衣服 要想弄干净不容易啊 您可以试试用棉花沾一点白醋 擦拭粘在衣服表面的口香糖 反复几次轻轻松松就可以把口香糖擦掉了 苏打粉巧除酱油渍 这炒菜做饭难免沾上酱油渍 没关系 您只要将衣服浸湿后 在沾有酱油渍的地方涂上苏打粉 稍等十分钟后用清水洗净 就可以去除掉酱油渍了 酒精洗衣粉去笔印 有时候换下来的衣服总是能够发现不经意间画上去的笔道 这笔道要是洗起来 我想大家都知道有多费劲吧 别担心 我们首先把酒精均匀地撒在衣服的笔印上 酒精要选用浓度不小于75%的医药用酒精 准备好半盆水 将两瓶盖的漂白水倒在盆中 稍作搅拌 再加少许的洗衣粉 让洗衣粉能够充分溶于水中 将衣服完全浸泡在水里 二十分钟以后清洗衣服 看一点印记也没有了 四种方法都是运用了物质的化学反应原理 你都记下来了吗 如果生活中出现了这些问题 您可以试试我们教给您的这些方法 是不是从来不会怀疑自己看到的事实 而真相揭开却有打雾原来如此 是错觉不是魔术 却总能带来欢乐 今天的科技之光 我们一起去谈谈看到的假象 虽然如今我们拥有庞大的知识体系 不过对于试错觉 仍然还没有确切的解释 科学家们当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仅在欧洲和北美 就有六十多所大学 拥有专门研究的队伍 其中 步伐 哈佛 麻省理工等这样的世界名校 这也使得 仅是对试错觉进行分类 就有着五花八门的方法 不过 研究试错觉 对人类认知心理学 神经生理学等学科的认识和发展 都有着极大的好处 尽管如此 生活的试错觉运用可是随处可见 甚至有的时候有了经济学上的意义 北京王父亲小吃夜市 下午不到四点就开始营业了 不过没有灯光的食物 看上去没什么生气 特别是傍晚的时候 过往的游客们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 而等天色已飞 打开灯光之后的食物 却是那么明亮动人 小吃街也开始人头攒动 事实上 现在许多餐饮店都意识到 灯光对于食物好感度的提升 在装修时 射灯的运用就特别重要 就像摄影师需要灯光才能让美好的东西更美一样 当我们乘上美味的食物 首先必须是属于看上去的 因此 试错觉的特性起了关键的作用 不仅如此 朱小店也是灯光的重度需要者 因为这些买卖太需要我们的眼睛了 而我们的眼睛 首先是外貌协会的资深会员 其次才是刚加入理性派俱乐部的新手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商场里大大小小的服装店 他们的镜子几乎大部分都是斜的 这样在视觉上会一定程度拉伸我们的身体 让衣服和人看上去都好看一点 当然也就增加了购买的几率 除此之外 没有试错觉 恐怕就没有施加大浙的3D电影了 甚至连电影也许就不会有了 除此之外 广告与试错觉可以说是天然的同盟 利用各种试错觉来造成差异性和奇异性 广告将变得更加有趣 并更能赢得关注 因此 试错觉不仅是如今广告设计者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更是学院派们力图研究的对象 美丽的下大校园 艺术学院的老师同学们利用试错觉设计了一些艺术作品 这些作品也曾经在学校成功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试错觉艺术展 这次听说我们要来讨教试错觉的问题 这些刚刚大一的未来设计师们又为我们布置了一次展览 试错觉本身是作为一个视觉的一种形式 在设计当中运用了很多 主要的它利用试错觉 是利用到就是说人们的一种期待 人们的一种期待 人们的一种探究 人们的好奇的这种心理 来利用这种试错觉 有趣吸引别人的特点 所以在大量的平面设计当中 利用了一种试错觉 所以试错觉 也作为一个设计的基础课程 在进行练习 从设计师的角度 在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利用试错觉本 是日本的设计师福田凡雄先生 薛院长是夏大艺术学院平面设计的研究生导师 他所提到的福田凡雄 已经是点点大名的设计大师 他利用了试错觉的元素 设计了许多成功的艺术海报 最著名的一幅就是利用土底间互收互存的关系 为日本金王百货设计的这一幅叫做男人腿女人腿的宣传海报 想必在许多地方您一定见过 他总是很聪明地在平面上为我们留下空间的想象 不过试错觉既然可以应用到这么多地方 那网络上流传的应用试错觉来做心理测试 作为设计师的薛院长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说 它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有没有科学性 那我感觉这个是由心理学家来研究的 就我从一个设计师的角度来判断这些东西 我感觉它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这个视觉它是具有欺骗性的 所谓的欺骗性就是随着人们的情绪的变化 引起的对一个客观事物的错误的判断 试错觉的这种东西对心理测试 或者是测试它的性格 测试它的性别等等一系列东西 很有趣 玩玩而已 看来其实视错觉不过是人类的一个视觉特性而已 受到人类的心理因素一定的影响 但是如果说一定准确的反映情绪和心理 如今还没有科学的研究去证实 一切的一切 说到最后 我们可以利用人类天生所被赋予的这种视错觉 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去极大的丰富我们的生活 只有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说是错觉 是人类独有的天赋 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生命中的礼物 摔不倒 走得早 自己少遭罪 家长也少掏心 可是您知道吗 他的背后却隐藏着安全隐患 欢迎收看学步车 也挡住孩子的起步线 当宝宝开始学会翻爬时 把宝宝独自放在床上就很危险 也许在你一转身的功夫 他就会有摔落在地上的可能 于是 很多家长就开始考虑 自己是不是应该给宝宝买一部学步车呢 这样一来 既不用担心自己走开时 又能让宝宝早点学会走路 您家宝宝多大了 十个月 您会考虑给他使用学步车吗 我觉得挺好的 您会考虑给孩子使用学步车吗 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学步车 孩子就是家长会轻松一些 然后呢 孩子也会不容易摔倒 那么 学步车真的像家长们认为的 可以帮助到孩子吗 把孩子放进学步车里 真的就安全了吗 2014年5月8日 东莞一名十个月大的女婴 在使用学步车的时候 脚一蹬 从半米多高的台阶上摔至水泥地面 造成重性闭合性颅脑损伤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植物人 2013年10月 青岛市十个月大的小浩浩 在学步车里玩耍时 不慎撞倒了地板上的暖瓶 近100摄氏度的开水 撒在了她的身上 最终导致全身 15%的面积烫伤 2013年10月 长沙一名女婴 在学步车内 独自玩耍的时候 独身栽进水池 导致溺水 学步车是用来让婴儿 在学会走路之前 自由移动的工具 由几轮 车身架 座椅等组成 用网络搜索不难发现 很多家长都上传了 自己几个月大的孩子 在十字车中 自由移动的视频 孩子的小腿一登 在学步车中 就能滑出很远 朋友测试发现 婴儿乘坐学步车 能拥有每秒一米的速度 他们随着学步车 到处移动 玩得十分开心 不会走路的孩子 可以借助学步车 活动起来 看似比较安全 可是由于婴儿 无法控制学步车 停止和转向 他们乘坐学步车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在 一些比较危险的区域 比如说路面的台阶 楼梯 或者碰到障碍物等等 学步车都很容易翻倒 而在家里 随意摆放的家具 也有可能成为 学步车翻倒的原因 妈妈会误以为 把宝宝放在学步车里 就万事大吉 非常安全了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如果要用学步车 那么你要注意 学步车周围的环境 一定要安全 比如说不能有一些 有棱角的家具 地面要平整 尤其不能把学步车 放在有刻度的这种地面上 很容易让学步车侧翻的 其实对于学步车 潜在的危险 早在2011年 卫生部发布的 儿童跌倒干预技术指南 门本就有数据显示 在世界范围内 跌倒是儿童伤害的主要原因 是引起儿童非致命性伤害 和残疾的首要原因 而婴儿使用学步车 是重要的跌倒危险因素 正是因为如此 我国的卫生部门建议 家庭减少使用学步车 而在一些发达国家 对学步车的使用 也有一些严格的限制 对于学步车 除了容易导致孩子跌倒外 一些家长也担忧 孩子使用学步车 会给身体发育 造成不良影响 您认为学步车 会与孩子造成不良影响吗 会吧 为什么呢 听人说用学步车 可能容易那孩子 吃变形 然后对大脑发育 可能有影响 不能常用 常用就盘多圈 北京市清华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 预防保健科 郑女士表示 学步车对婴儿的身体发育 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 削弱了宝宝 学习平衡的能力 因为正在学习走路的宝宝 他不断地摔跤 再爬起来 这是一个学习平衡的过程 但是如果有了学步车 孩子可能就觉得无所谓 那么他就随便去走 不需要刻意地去掌握这个平衡 那么这样的话 宝宝真的开始走路的时候呢 还是需要重新来学习平衡的 实际上反而推迟了宝宝 真正学会走路的时间 那么第二个呢 如果长期让宝宝用学步车 就会相对减少宝宝爬行的时间 因为六七个月以后 宝宝就进入了爬行的关键期 但是您常把宝宝放在学步车里 宝宝觉得我在学步车里 已经可以移动自己的身体了 那我干嘛还要费劲自己去爬呢 所以会减少他爬行的时间 那么在采访中家长提到的 使用学步车容易导致婴儿腿部变形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学步车里 孩子呢一般是骑坐在这个座椅上 而且呢两个腿呢 他总是从八字形向前蹬 用力往前走 那么如果这样一来呢 长此以往 这个正在学步的宝宝 他的两个腿又不足以承受他的体重 那么时间长了 宝宝有可能腿部弯曲 甚至形成O型腿 专家告诉我们 学步车或许能给孩子 学习走路带来一定的帮助 对于处在好奇心旺盛 对外界事物感到新鲜的婴儿来说 学步车或许能给他们 增添一些探知世界的乐趣 但是对于一切 仍在学习中的婴儿来说 危险无处不在 对于照看孩子 家长们时刻都要疗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